如果谁说五年代哪款计时表是自动上线的 那肯定是吹牛啊 万表流行力 天书接地气 大家好 我是流行力 我们前面的节目说过将官底 同时还说过更高级别的荣誉新章 百代菲利的5153就是一种officer bag形制 咱们表友的中文翻译特有意思啊 将官底 这下好了 将官的军衔加上5153这个吉利的谐音 让这款表印象深刻 今天我也说一款顶级品牌的表 也不用再翻译上添油加醋 空军司令 这款表是业界少有的高配置的吉时表 你可以认为这是复古风格 但各方面指标都名列前茅 Air Command是空军总部的一级司令部 是战后空军的形态整合 还可以细分为战略空军和战术空军的 我们之前介绍的飞行员表也好 空军表也好 都属于一线作战的 而这款空军司令是指挥这个层级的 二战后某超级大国的海军 曾经采过过一批宝破的50巡签尸表 而这款空军司令呢 作为计时表 则是为该国空军提供的 当然是按照Type-20军规制造的啊 据说产量非常有限 总共不到12枚 那些喜欢拿二手表市场表现来评估的朋友 现在注意了啊 空军司令的初代目万表 流入二级市场的非常稀少 历史上 菲利普斯拍卖行分别拍出过两枚 一次估价是10万美元 另一次则高达20万锐朗 另外的几枚到现在也没有出现 为什么呀 大概是因为空军司令们不差钱吧 总之到目前为止 只有俩幸运的收藏家 才有机会一睹空军司令的真容 别遗憾啊 今天我们介绍的空军司令 各方面都有显著的提升 唯一要提醒的是 这次不要因为手慢无而拍大腿啊 因为分配到我国市场的数量非常少 空军司令的全称 是Air Command的空军司令系列非凡计时表 我忍不住先说一下这款表的颜值啊 空军司令诞生在上世纪50年代 哪怕是原样复刻就已经很美了 但是仔细把玩你会发现很多惊喜 这款表的轮廓 忠实在线了50年代万表的经典的比例关系 42.5毫米的直径 直比初代目大了0.5毫米 这个尺寸是和当下绝大多数人的手腕 过往的飞行员万表多以黑色表盘为主 偶尔也有赶时毛的所谓航空旅行万表 是蓝色表盘 但空军司令并不是为了赶时毛而做成蓝色的 我觉得它反映的是空天一体的战略空军思维 定位就是不一样啊 那么空军司令的表圈刻度跟50巡有什么不同呢 再仔细看是不是少了些什么 我就先不说了 总之对于喜欢复古风格的朋友来说 空军司令从名字到外形都已经很到位了 就算是原汁原味的复刻也足以让人心动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刻 而是多维度提升的力作 点个赞倍点个赞倍 关于积心的提升 不要急于理解下面几个关键词啊 自动上弦 高震频 非反计时 倒计时 和精致摆脱 这里边每个术语的背后 都有它在业界的特殊含义 就拿自动上弦来说吧 是最不起眼的复杂功能 而自动上弦的计时表 钟表史上苦苦等了一个世纪啊 初代目的空军司令用的是挖的入 2222机芯 手动计时的 如果谁说五年代哪款计时表是自动上弦的 那肯定是吹牛啊 因为那个时候自动计时表还没有问世呢 这个表背的蓝宝石镜片 看到精美的机芯 素有良心魄昵称的宝魄 机芯打磨一律是顶级水准啊 哪怕是你看不见的地方 你看不见没关系 有一帮挑剔的发烧友 已经替你看个够了 再看看这摆图啊 像不像B29超级堡垒轰炸机的方向舵啊 这是K金的 你不用拿牙咬来验证啊 这里说一下 宝魄的所有机芯 只要是自动上弦的 都是K金摆脱 这个在症状表上容易辨别 但在运动表款上 比如说五十群什么的啊 还有这款空军司令 为了营造特定的视觉效果 做了电镀处理 宝魄的空军司令所用的机芯 是F388B机芯 这个是F385机芯的提升板啊 它是个集成自动上弦的即时机芯 自产的 这个F388B在哪些方面有所提升呢 F388B机芯拥有业界唯一的配置组合 高振频 垂直离合器 硅油丝和五卡度油丝百轮 5赫兹的高振频 这是宝魄的设体哲学啊 精准稳定 两者兼得 F388B是业界少有的 可以精确测量十分之一秒精度的即时机芯 因为它振频是5赫兹嘛 硅油丝不仅防磁 还提高了等时性 顶级品牌的即时机芯 现在都采用垂直离合器 F388B也是 垂直离合器的优点是在即时操作中 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指针的闯动 精确的机芯还需要细腻的显示嘛 现在我们上手把握一下空军司令 先试试这个即时按钮的手感啊 以前讲即时表的时候说过 配备驻轮的即时机芯 有操作精准 手感细腻的特点 这款宝破空军司令的操作手感 还是属于上乘的 这款有非反即时功能 非反即时是高级即时机芯的标配 传统即时表 如果正在即时 想临时测计新的时间片段 必须先停止现行即时 然后再重启 这对于飞行员来说 简直是三无事啊 空军司令的非反即时功能 可以随时启动 按一下启动按钮 即时秒针啊 瞬间实现归零和重启 我们前面卖的关子 现在解一下啊 空军司令的表圈上的刻度 排列方向跟50型是相反的 这款表还有一个 用于指示地面速度的测速计 它的30分钟计算盘比较独特啊 有三个标记三分钟间隔的细长刻度 再扒一下外观的几个细节啊 这个夜光涂层 我多说一句啊 现在的Superluminova 夜明性能提升了许多 而且不必担心辐射 空军司令的石标和指针 都用这种安全的夜明涂料 再细看 表盘上的几个功能区 分别处理成不同的机理 这样做的好处是 不用划线区分 而通过不同机理的光反射 就达到了区分的效果 这是一种很优雅的分区方式啊 这表盘是精致的太阳放射纹饰 即时小表盘中 则装点着细腻的涡状纹理 细腻的反差 增强了腕表的异毒性 又没有让表盘显得很凌乱 这款表的正反面都是蓝宝石镜片 号称双盒子 这种凸起的镜片 是50年代的美学标志 主要是让表显得薄 而且还有一种阶梯的层次感 不过当年的镜片是亚克力的 现在是蓝宝石的 蓝宝石做成这样 难度是大一些 你们猜这个表是什么材质的 这是23级钛合金 这种高端的钛合金 在外表行业是非常罕见的 表壳是复合打磨 这个表耳的外边按钮接触面 还有表壳的多处 都采用的是拉丝和抛光 这种复合打磨工艺 配备了一条蓝色小牛皮表带 上面具有白色封线 但现代战争条件下 战略与战术空军的界限 已经没那么清晰了 宝珀的空军司令就介绍到这里 欢迎大家一键三连留言互动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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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